成功的人一定要经得起别人的嘲讽 别人的挖苦 泼冷水 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你自己的内心 你自己要相信你自己 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你学会了自我激励 你才能够不被别人的冷水泼死 你才能成就你辉煌的人生 明白吗 去嘲讽你的人 他们都是普通人 都是loser 他嘲讽你 就是他想把你也变成他一样的loser 仅此而已 知道吗 如果说客户对我们是一种信任 那么我们对客户就是一种责任 这句话你不得不承认 否则你就是六亲不认 有人花几十万做个手术 你觉得很正常 如果有人花几十万请个教练 你觉得不可思议 你觉得大事你都不会相信 难道人家应该把钱交给医院吗 花几十万请个教练 傻吗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价格贵了 伯格想问你 你买个iPhone7 能不能帮助你身体健康 能不能帮助你成交客户 iPhone7能不能用一辈子啊 学习的事情 一次投入终身受益 改革开放已经几十年了 以前再也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 而是可耻的 是一种耻辱 只能说明你懒 还不肯学习 不肯进步 没有人愿意跟穷光蛋交朋友 你光说你有梦想 你干出来啊 你说出来 你要做啊 你行动了吗 你干出来了吗 不要总是认为自己最充满 别人都是傻子 这种自以为是的人 往往自己就是最大的傻子 清楚没有 好好想一想